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水江窗盘风 西地宿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汗 您最近身体有所好转了 虽然脸色有点差 让他们都退下吧 是 我听到一些传闻 希望我弟弟的死 和你无关 臣妾我一直都希望您的身体能够好起来 可是我知道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怪我 连您也要怪我 你给托雷喝的到底是什么 什么也不是 就是一碗普通的水 谁知道 谁知道他喝下去就生了重病 这也许 这也许真的是长生天的意思 您看 您的身体不是好起来了吗 你快胡言 那后来 你为什么控制药工 当时您的病正值关键时期 我要保证您的用药啊 总之 你让托雷替我喝下那碗脏水 就是极大的不妥 现在搞得人心即失 您说怎么办 大喊 我什么都不懂 我只知道 大喊您是我的天 为了您 我做错了事 您要打要罚 我都受得住啊 住嘴 好 夫人 您要保重身体 忽悲劣他们 不能再承受打击了 我知道 我的责任还没有完 我一定要让拖累的每个儿子 都逃离这起灾祸 拖累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去世了 拖累加得不平静 才刚刚开始 您是说 大飞还要继续耍手段 拖累 是一家的顶梁柱 现在顶梁柱倒了 你看我这四个儿子 梁柱 梁柱 叶梁柱 刑事冲动 阿里布格还小 只有忽必烈 办事比较冷静 但现在他也神伤不疑 我希望你多陪陪他 给予他正面的力量 我一定尽力 夫人请放心 我一定尽力 谢谢 姐 美 пер 虎必烈 你 走了的人已经走了 而活着的还要继续活着 像你这样喝酒有什么用啊 我现在很累 我一闭上眼睛 就能看到我的父亲 你想想你俄极 夫人就是因为要保护你们 她才硬撑着 你这样萎离不振 怎么对得起她一片苦心呢 我懂 我只是想念我的父王 夫人打算把托雷大王的兵权 交回给汉廷 华吉 是向他们主动的示弱 他是怕打飞 对我们拖雷家下手 我很担心你大哥 万一他冲动起兵 后果不堪设想 我也正担心此事呢 好 叶律先生 二位将军 请坐 夫人 我们来是有事情跟你们讲 什么事情 大汉说 现在边疆军情紧急 汉国需要更多兵力守卫 虽然拖累大王的兵权 已经交回 但四位王子也要 他们什么意思 他们限期十天 交出一半的兵权 什么 限期十天交出一半兵权 是啊 是啊 大汉的命令不能违抗啊 听说大汉最近身体不太好 他还有精力来管这个事啊 这一定是韩大飞的主意 真够狠毒的 夫人 我们军政还有其他事物 我们就先告辞了 喝点茶再走吧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可不如你 他就请你 我来 帮他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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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 我来 你 我来 就行 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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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兵权已经交出去了 他们还不满意 又要我们的一半兵权 如果我们把兵权交给了他们 那我们可就再也没有翻舍之日了 我觉得大哥说得不错 如果咱们现在起兵的话 胜负尚未可知 对 只要我们兄弟齐心合力 他们几个 算个屁啊 我反对 恶奇 你还不明白啊 不管你怎么说 我反对 好 那就听听大家的意见 如果同意的话 就把刀插在这块肉上 如果不同意的话 就查那边 不管结果如何 都不能违背 好 大哥 我同意 俄级的意见 我同意大哥的 好兄弟 现在是二对二 我们就看阿里古哥的了 你若必须 只能够 我最好 你也看过 我最好 俺有力 她是很利 你得我 我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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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 你必须 你能够我 我得你 你能够我 你这个胆小鬼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好好好 都叫出去 哪里不关 你枉费我对你这么好 我们家里 怎么除了你们这么两个 胆小鬼 你真生这么大气 你来干什么 送你走 非要把我们的兵交出去 让我们便是丧家之权 本哥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最清楚了 你居然是这种人 你好好想想 如果我们现在起兵的话 汉国一定会大乱的 现在还有宋和金 一直虎视眈眈的盯着我们 不能给他们可乘之机 那我们就眼睁睁看着大飞 把我们东西都拿走啊 只要保全住我们自己 总有机会 我们东山再起的嘛 那时候 我们会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如果现在跟他拼个你死我活的话 把汉国都拼掉了 到那时 我们才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呢 老爸 你说什么都有理 我自然有自己的道理 你要知道 锋芒太路 必惹祸端 这个道理不光是用于我们 而且更是用于韩大飞 那我现在就到军队里 把老弱病残都给他挑出来 不烦也要恶心死他 不行 一定要把最精锐 最忠心的勇士交出去 为什么 这不是自断后路吗 你好好想想 用他们的粮草 养我们自己的兵吧 让韩大飞做件好事儿嘛 好 就听你的 大韩 天逆王妃到了 大韩 大韩 您快坐下 夫人 您找我有事啊 你 大韩 我的丈夫已经去世 我也心灰意冷 我有一事相求 希望大韩能够答应 你 夫人 请站起来说话 天逆恳请大韩 给我一片土地 我要和我的儿子 远远离开这片伤心的地方 去过平静的生活 我 这有点不合适吧 您毕竟是王妃呀 让您离开河林 那不等于把您驱逐走吗 大韩 您准许我这个请求 就是对拖雷家族最大的恩赐 拖雷家族得到的兵权 这几乎 全都交给汉庭了 就当做是交换的条件吧 就当做是交换的条件吧 让我便把针钉赐给夫人吧 谢大汗成全 大汗 现在天下 已经全都是大汗您的了 再没有谁跟您争 您就忘了我们孤儿寡母吧 夫人 看来您对我成见很深哪 不敢 不敢 这么多年过去了 身为黄金家族的成员 很多事情 真的不是能自己做主的 大汗 您也有您的难处 我们拖累家这些年 从来没有争过什么 但现在我只求 能退出这一场无休止的争夺 为何 太陽 天您谢大汗 выход 放入冰箱 大汗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赐阿里布格将军托克托管辖 什么 还不在同一个地方 以上是大汗的旨意 是啊 这真的是大汗的旨意 不行 我要找大汗去 等一等 这你们还没看明白吗 你们找他有什么用 这是大飞的意思 去了也没有用 好了吧 这下你满意了吧 胡必烈 交兵权 交兵权 现在想法都来不及了 看来大飞真的很忌惮你们在一起 本来就是啊 如果当初听我和大哥的我们起兵的话 我们能有今天吗 胡必烈 你说 你说现在怎么办 真没想到 韩大飞还有这么一手 不过 我想想 这样也挺好的 我们四个兄弟分开以后 韩大飞对我们托雷迦的戒心 又少了一份 我想好了 真定离行州最近 我先把俄级安排到真定去 难道我们这么一家人 就这么分开了吗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托雷迦一定会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 所以 在此之前 我们不能让汉大飞用任何理由来为难我们 一定要忍 孟哥 一定要忍的 忍 你就会忍 可我忍不住了 必须忍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离家多日 我要回家看看我父亲和俄级 你好 你呢 你打算怎么样 不知道 不知道 走一步看一步吧 你放心 不会有事的 我会尽快来陪你 现在我们兄弟四散 手中又没了兵权 大飞还一心想整治我们 我们现在就像是带宰的羔羊 你还是不要回来了 你再说这种话 我就要生气了 只要有你在 我什么都不怕 只要能让我在你身边 我什么都不在乎 好 放心 我不会倒下的 嗯 嗯 行 是 姑姑娘 我们今天在此分别 你要好好照顾姨姬 我会的 孩子们 俄级跟你们说的话 都记住了吗 您就放心吧 我们都记住了 您都说了好多遍了 春天呢 要 多穿衣服 夏天 小心中暑 冬天 小心别冻着 浴室要冷静 千万别冲动 但人要随和 保重身体最重要 恶极 恶极 保重 孩子们 虽然咱们分开了 但是恶极的心 是跟你们在一起的 恶极 你别哭呀 恶极 好兄弟 来 恶极 好兄弟 有我照顾着 你们放心走吧 这人 姐妹 好兄弟 这人 我也不想 想赵 你 好兄弟 好兄弟 来 到了这个驿站 我也该走了 时间不早了 我要回去了 好的 我和忽必烈等着你啊 厄吉 那我就再送他一程 正就回来 去吧 夫人 您保重 来 经过了这么多事 难为你了 我也没有帮到什么 以前我对你不好 别记好我 我要记你一辈子的 一路上要多加小心 你才要好好照顾自己呢 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 我没事儿 好了 时间不早了 上路吧 我等着你 我等着你 等你了 你把他给你了 然后再去吧 我把他给你了 等你了 你能不能继续 你能继续 好呢 我都可以了 你能继续 虎必烈王子 您也在这儿 不行吗 大妃有令 要天宁王妃回河林 什么 把我蛾姬带回河林 到底什么事 小将不清楚 大妃只说 把天宁王妃带回去 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不会 让你们把我的蛾姬带走的 快 快 住手 别动 再动我就不客气了 好 我跟你们一起回去 把所有的随从一并带走 走 刘金兵 大家小心 驾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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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带走 是 快 是 快 快 快 走 走 走 这是哪儿啊 走 快 快 快 走 走 这是哪儿啊 这是什么地方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推我去哪儿 走 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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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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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谁 你们把我讹极 关在哪儿了 我把你画的 我讹极呢 我讹极呢 你讹极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你是谁 好好看着他 是 放我出去 什么 都死了 没有 忽必烈的一个副将 特末尔身受重伤 坚持着回来了 我已经把他安顿好 再养伤 好 俄极啊 那这件事情 要告诉傅寒吗 你傅寒 现在身体越来越差了 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让他知道 那忽必烈呢 那个 受伤的特末尔还说了些什么 他说 忽必烈是被金兵抓走了 目前生死不明 俄极 要不要派人去找找看呢 不必了 俄极 您的意思是 忽必烈已经死了 这样难道不好吗 看来 今晚 我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够了 今天就打到这儿吧 终于来了个会说话的 我以为 你们这帮人 都是哑巴呢 看来你还是没被打够啊 你们 为什么要假扮金兵 我何急呢 他很好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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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你担心的寝食难安 这都是因为你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 你们是不是 是不是韩大飞派来的 你还是先填饱你的肚子吧 要不然 再好的身板也耐不住了 我何急呢 走 走 我不吃 如果谁让我交出来 我就杀他藤家 我们要是不交税 后果也一样 您知道我和警官在哪里了吗 皇上不在这里 我先救你出去 死王子 我走 你为什么会跟她的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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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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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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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